日前中东的航空公司有一名空姐,在飞机上和乘客进行性交易背带,他专门跟乘客在厕所里面做爱。 每趟航程可赚取约1500元英镑,约13000元台人民币,而据说他这两年下来已经赚了约65万元英镑约560万人民币。 根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沙乌的阿拉伯的媒体指出,这名在飞机上进行性交易的空姐专门飞中东到美国的航线,他会约客人到厕所做爱,每趟可以赚到13000左右人民币。 而他的事业被发现的时候,正好就是在厕所里黑休时,估计他两年来赚了约560万人民币。 丑闻被发现后,他很快就被航空公司开除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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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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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